BE him 还 hard 谢谢 别acting 哪没收拾 女firullah 不过 金香雨季即将结束 而我们从许昌进军到金香 需要五天时间 等我们的人马到金香的时候 不但雨季已经结束了 就连地面也已经风干了 丝毫无碍战马奔驰 你说对吗 父亲说的是 我忽略了先军的时间 曹人听令 末将在 命你为主将 李典为副将 率金兵五万进驻樊城 虎市京香各郡 待我令下则恭取新爷 末将领命 你们这就去整军待命 明日出发 诺 诺 李典 丞相 我认诺 你出事谨慎 所以 才派你给曹人做副将 曹人 虽勇 但他姓吉 立功心切 必要事 你要劝他妥当佣兵 遵命 刘备兵虽少却是境地 你们屯兵樊城后 要关系虚实 再则动兵时机 嗯 末将明白了 去马路 诺 将军 前面就是樊城了 令城守开门 说上将军曹人到 上将军曹人到 快开城门 将军 我们进城吧 你领军进城休息吧 我亲领书记到新衍查探一番 听说新衍居此八十余里 探宁可派少计前去啊 何劳将军亲王呢 大战已迫在眉睫 为将者应当知己知彼啊 丞相让我们屯居樊城 待命出击啊 听将军的意思 仿佛即刻就要出战了 不错 不错 你传令各部 今日让他们好生休息 明日武功出发 随我踏平心野生擒留备 将军不可轻敌啊 我们还是等候丞相的军令到时 再进军吧 我看你是害怕刘关张啊 我不怕刘关张 却也不轻视刘关张啊 那好 明日我给你五千军马 你一手成吧 我自去取群也 将军不可呀 李廷 你嫉妒我独剑大公吗 末将绝无此意啊 那你为何违抗我的命令 在下奉命 哼 跟我走 撤 进城 是 主公 曹军到了 尚战军曹人已在关前布下战阵 生生挑战 曹军来得好快啊 军师还说三十日兵到 前后差不过两天 现在足足差了三天 只差一天 军师已经是料敌入神了 三天莫要强辩 雨季未知 曹操已经向心野用兵 在他进军途中 雨季结束了 地面也干了 三天 可儿 穿着 武 每个人都快要崇明了 武 武 武 好 好 好 不可以 相不到 曹仁也能补出这种阵法 此人有上将军之才啊 阻中翻九之辈 突中翻九之辈 识得曹仁将军阵法吗 快快出城迎战 否则攻破城池 集权不留 杀 杀 杀 周公 令将士坚守护战 只用弓弩射住两翼即可 待众武过后 敌尸稍弱 我在射方破灭 子龙 快去布置 遵命 坏了 军师根本不识操人的阵法 他自个儿签订不说 还不让咱们去下地 我能飞 朱公啊 暑期正胜了 我们请回去喝茶好了 好 朱公 快快出城迎战 索头无归 快快出城迎战 曹军所住的樊城 乃是一座五百多年的古城了 在下曾经登城观景 看到城楼西角处 长着一层蒲扇大的灵芝 黑里透红极为珍贵 难得 难得 连年冰火 也不知那灵芝焚毁了没有 是啊 如果在的话 早晚取来泡茶 那可是 军师 茶喝够了吗 都正午了 破敌之策 想出来了没有 请 曹仁寅阵阵 名叫八门金所镇 修 生 伤 度 警 死 经 开 八门 此镇本是孙兵所创古镇 经历代兵家发展 已有变化 此镇 镇中这座降台 名叫龙岩 就是后来所创 不过 曹仁只学得镇行镇法 却没有学得精髓 只需一员猛将 带五百金匠 从东南生门杀戮 从正西井门杀出 此镇必破 此镇 我去 我去 子龙啊 听说你一颗铁胆 七尺长枪 除入万军丛中 有如关羽赏花 那就 请你辛苦一趟如何 末将领命 徐叔 你是故意气暗张义德啊 岂敢 待赵将军破阵后 张将军与关将军 就可以随主攻 大举杀戮 好啊 来人哪 在 取我战甲来 遵命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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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们 一将挑战 面战迎敌 撤 撤 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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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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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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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阵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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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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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敌 不要问 有敬术 敬术 不要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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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 弟兄们 稳住 盈鼎 弟兄 顶住 快 走 走 走 将军 快撤 快撤 将军 将军 伤势重吗 不碍事 立点啊 你说得对 子萱 我清敌了 没想到 刘备手下有这个人 竟然扑了我的八门金锁镇 在下建议 退军驻守樊城 立即遣人将敌情报给丞相 带丞相的大军到后 再取新也 这新也弹丸之地 何让丞相亲征啊 此外 今日的败血 你也不必禀报丞相 带我今夜攻下新也 你再一并并报吧 什么 将军 你想夜袭新也 正是 刘备刚刚胜了一场 他肯定是兴高采烈 他见我军兵败 我又受了伤 必然以为我不敢再轻举妄动啊 可是 我偏要出其所料 夜喜心也 兵法语 出其不易 攻其无防 正是指此时啊 将军 不可轻提啊 刘备身边如有高人 那他定有防卫啊 将军不能一物再物啊 李殿 你这么胆小 你还打什么仗 你如果害怕 还是留守吧 我自令军前去 这是 将军如果非去不可 在下也当领一只兵马 用以接应 成 我分你五千军 据我二十里跟界 一方不测 他们那是什么破八门击所战 被子龙的铁骑一冲 现在全成了破关烂岛了 曹军杀王足足两千人马 再加上官将军这么一射 曹军掉下台来 差点性命不保啊 看来曹军也是不堪一击啊 不过如此事 不过如此啊 好好好 先生 先生 曹仁虽然折了一阵 但并没有完白 接下来我们该当如何呀 我料曹仁今夜必来接应 这也是曹仁惯用的手法 败而不退 反而出其不意 再次进宫 曹仁平生 就喜欢效仿曹仁 只可惜他学曹仁 就像学八阵法一样 只学了个皮毛而已 曹仁兵风所向 是我们城外的大营 我们应当在曹仁进军的半路上伏击他 城外的大营 凡尘于心也之间 有一片山袜 名叫蛇口 张飞赵云 卓你们领一万军马 埋伏于蛇口前后两端 带曹仁君到放他进来 待他军过其半 你俩再分头杀出 叫曹仁守伟难过 必然大获全胜 照命 徐迟 居迟 那我呢 官将军辛苦些 去樊城采灵芝吧 什么意思 曹仁大军祭出 樊城必然空虚 着你带八千兵马 直取樊城 顺便把城楼那朵灵芝采回来 给主公泡茶喝 当然 如果他还在的话 遵命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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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加速前进 传出山口 放箭 点火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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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走 尚将军在此 快开城门 同仁啊 军师有令 叫我不必杀你 否则你只有葬身这城下了 桂宇 你 你不是我的对手 回许昌叫曹操来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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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兵主公 军师 征召两位将军在蛇口大盛 歼敌两万 俘获战马兵器 巫术 好 报 兵主公 军师 曹人已逃回许昌 袁赅 社税 残避不道百计 好 来 领主公军师 官将已取下樊城 城中有曹军军量二十万弹 前十万全部归于我军 好 你手里捧的是什么 去樊城后 官将军亲自登上城楼 又亲自采下这朵灵芝 献于主公军师泡茶喝 来 先生 这灵芝 乃百草之生 先生 你便是人中之圣啊 主公 主公此话 在下万万不敢当 先生 刘备起兵二十余年 屡战屡败 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大胜 而且战胜的是曹军主将 先生 你不但带给了我胜利 逐草贼 更带给了我信心 出草贼刑汉事 主公啊 来 父亲 曹仁大败而归 樊城也给丢了 他把自己捆起来 归在府外 等候丞相治罪 李典呢 同归戴罪 叫李典进来 诺 给李典送绑 诺 罪将李典拜见丞相 不 因为你处事谨慎 我才叫你辅助曹人 曹人轻敌冒尽 你为何不阻止他 末将曾经再三地劝阻 可是 劝不住啊 请丞相治罪 胜败乃兵家常事 损几万兵丢个城池 我不在意 我没料到的是 刘备居然能够识破我的金锁针法 禀丞相 破金锁八门针的不是刘备 而是他新败的军师 名叫徐树 徐树是什么人 徐树是什么人 丞相 此人我认识 他叫徐原植 襄阳明氏 精通兵法 身名套略 他的才华比你如何 剩我数倍 不可能 数倍乃至数十倍 刘备过去只有 张飞 关羽等武将 现在又添了个军师 岂不是要龙生双翼了吗 天哪 母亲哪 歹而不孝 你受罪啊 先生 怎么了 主公 我小弟徐康去世了 母亲一年过六旬 无人公养 正好出门乞讨 此事被曹操知道 曹操派人把我母亲 抓进了续肠 下了大牢 主公 这是我母亲在牢里的手术 说我如不归向曹操 曹操就要把我母亲 架到火炉上 活生生烤死 恕我无力 我要前往许昌 一身熟母 先生且慢 先生且慢 曹操虽然奸恶 但我想他断断 不能把六旬老人 架在火上生生烤死 请先生安心 容我设法相救如何 不不不 我要去许昌 现在就去 早到一刻是一刻 我不能让老母 在牢里受罪呀 先生 这 这也许是曹操的奸机呢 主公 这是我想过了 哪怕是曹操的奸机 我也要回去 老母居于北方 而冀州早就归于了北方 曹操如想拿我母亲 那简直是易如反掌 主公 容我告辞吧 主公 我身为人子 母亲有难 岂能做事 此外 我心神已乱 你不能辅佐主公了 主公啊 这一切都是天意 主公 容我去吗 来人 在 卫马 诺 主公 宋军千里终有一别 助公请回吧 好 君子去 天各一方 不知何念何乐 才能相见 与主公相遇 是我平生一大快事 不幸 中途而别 好 请主公放心 我到许长之后 终生不为曹操 你一谋 赦一计 只求侍奉母亲 一尽天年 保证 保证 拜别主公 保证 听令 主公 明天 把前面那片树林 全部罚禁 主公 为何要 要砍掉那片树林 它挡住了徐元智的身影 遵命 主公 主公 先生 你不走了是吗 是不是不走了 不 主公 因我心乱如马 竟然忘了件天大的事情 何事 襄阳城外三十里 有一片山野 名叫龙中 住着一位当代奇才 主公如果得到他 无异于 周公得礼望 汉王得张良了 此人才华 为君如何 那我比他好 那我比他好 那真是 奴马比西林 韩鸭比凤凰 此人有惊天伟帝之才 堪称天下第一人 当真 千真万确 此人姓诸葛 自恐明 因为住于卧龙岗上 所以又好卧龙先生 卧龙 多年来 他身边的师朋们 纷纷各寻其主 或是曹操 或是袁绍 或是公孙赞 以便成就功名大业 唯有孔明 独居山野 栖身草棚 微然不动啊 他为何这样 我也曾问过孔明 你应何如此 孔明孝道 曹操 袁绍 公孙赞之流 不配做他的主公 我再问他 那么天下 谁配做你的主公 孔明叹道 只怕没有啊 与其寻找主公 不如为自己 创造一个主公 与其寻找主公 不如自己创造一个主公 这话说得空前绝好 千古未问 想不到这世间 竟然真有此等大限 此前我不说此人 就是因为我知道 他胸怀云霄之志 只怕不愿意 投效主公 多谢先生 多谢先生 刘备就算肝脑涂地 也一定会请得空明出山 难哪 但愿主公 有此幸运 拜别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如为自己创造一个主目 不如为自己创造一个主目 猪小 szer 哪怕我干脑涂地 也要求得空冥出然 请问来者 可是席原室骂了 不错 在下正是徐术 请问阁下是谁 我就是被先生 打败的尚将军 曹仁 您在下俗兵折将 主公罚我在此迎候先生啊 我在这儿 已经是站了三天三夜了 你要是再不来呀 我的腿 可就要站断了 曹将军 请将军带我去见丞相吧 请就请 原侄 戴罪之徒叙述 拜见丞相 原侄啊 我对你真是朝思暮想 该问丞相 家母在哪里 灵堂大人正在客馆歇息 家母没在牢里 这是谁人给我 曹曹曹的谣言 先生的母亲就如同我的母亲 我怎么会把自个儿的母亲 关进牢狱里呢 放心吧 曹曹人家正在客馆里歇息 你就放心吧 容我见过母亲 再来拜谢丞相 好 好 请 快去快回 我等你 娘 娘 我儿来了 我儿啊 儿啊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娘 儿来迟了 让母亲受罪了 姝儿 你来了就好 你来了就好啊 娘想你 娘在梦里 都惦记着你呀 我儿 我儿 我儿子 你不是在刘皇叔那儿笑吏吗 为何来许昌 娘 儿儿接到一封信 说母亲被曹曹抓入牢中 要儿来许昌 以身相熟 我儿子 为娘从来就不曾写过什么信 这是奸计 你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儿看出来了 可是儿不能不来呀 为什么 儿身为人子 母亲被囚 儿岂能不来相救啊 唉 姝儿啊 姝儿啊 你 你从小饱读诗书 你不会不知道 这自古 忠孝难两全哪 柳皇叔 乃仁义之君 贤德之志 名满天下呀 他又是皇室宗亲 你能够为他效命 就是为大汉尽忠啊 那曹操是什么人 他 他是弃君王上的奸贼 叙述啊 叙述 为娘万万想不到 你竟会弃名投案 成了个 你竟会弃名投案 叙述 我 赢得 你不得 他终生不为曹操 献一册出异谋 由此徐树进曹颖一言不发 成为千古名殿 娘 大梦放绝山川依旧 孤战长上几度春秋 外景之上 路没有头 情不能收 奸点平生之未愁 清闺珠酒 要把話說透 天下英雄誰是日日的手 烈火飛舟 你必須回頭 將冬子的夜風流 不是紅也不是藥 一粒陰魂到永久 不是君也不是藥 往來在人間 與天地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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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天地同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